为了弥补我摄影生涯中最大的遗憾 2020年我开始航拍《美丽的祖国》 这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航拍创作 拍摄的间隙 我不断地整理作品分享给大家 最近我又整理出一批新的作品 不断地整理作品 一般的事 是有的 不断地整理 上迹 自然而言 留意 还是有的 在整理作品的过程中 我一次又一次地 被祖国的大好和善感动 内心无比骄傲 也更加坚定了信念 要在有生之年 把祖国的美丽 更多地记录下来 分享给全世界 接下来我又要出发 去拍摄美丽的新疆 摄影师永远在路上 何况江山如此多礁